金額說實在對臺北市這種一年兩千億的預算來講真的不大 但是第一個不該浪費的錢一毛錢都不能浪費 第二個是你看從這件事情看出柯文哲這個人 他的執政的心態是什麼 張委員國民黨的臺北市議員 他做了一個懶人包 他交代了北流的整個過程 詳細我們等一下看那個懶人包 但是他大概過程就這樣 核定經費一開始 因為這個是行政院文化部補助的經費 四十五億五千萬 當時南基地工程預算不夠 所以呢先招標北基地 但是呢 柯文哲把那個先招標北基地這個決定 說這是我天中英明 後來被阿苗抓包 不對喔 那是郝龍斌卸任前決標的 跟你柯文哲一點關係都沒有 後來呢 追加預算 他就問啊 文化部才是 真正的這個業務的主辦單位 就錢 你台北市的角度 角色什麼叫代辦 他說呢 如果說地主設計房子經費增加 導致原本錢不夠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當然是回頭跟地主要錢 又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還幫地主出錢 結果沒想到柯文哲 大豬大豬 二零一五年 請文化局編列 十億四千萬預算 後來追加到十五億 結果沒想到這一路下來 因為文化部說這個錢我沒有同意啊 你自己編你自己自己買單啊 最後呢 他說張維元講說 現在我們講師傅幫柯師傅擦屁股 每個月都交八十萬延遲利息 柯文哲雖然離開臺北市 但現在還在浪費臺北市民的錢 最會省錢的柯市長 笑話吧 所以呢 他這個懶人包 其實很簡單 一開始就是 北流其實不是台北市政府自己的工程 因為當時行政院中央規劃 由北流跟南部流行音樂中心 後來現在改名 南部改名叫高流 北部是由行政院主導 台北市政府受委託監照 所以你只是這個委託監照 好 然後到這裡 原本的經費四十五億五千萬 然後不夠 所以呢 自套腰包繼續蓋 然後柯文哲以為中央會買單 但其中十五億兩千九百萬 增列預算 有兩億五千五百萬 不等文化部核准 就發包給廠商 阿苗 你身為一個台北市議員 這種做法在台北市是常態嗎 當然不是常態 你說你要看這個財政機率 是柯文哲最愛講的 對 他說我還很多債 財政機率 當然不是只有還不還債 財政機率的根本 是政府的錢 每一毛錢 你要動都要符合程序 對 這才是財政機率的根本 沒錯 你很會還債 結果錢都隨你的意思亂用 這不是財政機率 今天這一點九億的事情 為什麼蔣市府 他沒有辦法呢 這個很輕易的買單 你說臺北市一年總預算一千六百億 加基金兩千億 這才一點九億 好像零錢一樣 為什麼不付呢 為什麼這些藍營的議員 甚至是包括 我看今天副市長李四川 也出來講話 因為很簡單 這一點九億的背後 為什麼是一點九億 為什麼不是一億 為什麼不是五千萬 為什麼是一點九億 這數字怎麼來的 第一沒有仲裁 不是仲裁 第二不是法院判的 這是什麼 這是柯文哲卸任錢 去跟廠商調解 所以這個一點九億 他是因為臺北市政府 跟廠商有商業上的糾紛 就是廠商覺得這個錢 應該你市政府出 但是市政府覺得說 這個錢不應該我出 就是這筆錢 他不屬於契約的一部分 因為如果是屬於契約 廠商直接告就好 沒錯 他不屬於契約一部分 那通常遇到這種爭議款 正規的做法是不然送仲裁 由公證第三方單位 或者是廠商再不滿意 就去法院告 公證第三方單位 但是這一點九億 其實是柯文哲跟廠商 坦白講喬出來的 喬出了一個共識 而這喬出的共識 有沒有第三方公證單位認證 沒有 所以你說這個比錢 第一中央怎麼敢說他出 因為中央當初北流 中央是給四十五億 對 後來柯文哲任內 他說錢不夠要追加 當時是誰幫他追加呢 鄭立軍部長跟賴清德院長 再給他十五億說 好 你要追加 我給你追加三成夠了吧 把他蓋完 蓋完之後 你知道當時文化部說 我給你追加到總工程款六十億的時候 他說工程經費以合定的預算為限 不得再任意增加 任意的變更設計 那是當時文化部 再給臺北市追加錢的時候 講得很清楚的 那你柯文哲當初要追加變更這些 第一個你有沒有先讓中央同意 沒有 你是等到整個開幕都完成之後 你去跟廠商談說 好 那我跟你喬好一點九一之後 你去問中央幫我買單 這我答應要給人家請客 你幫我買單 那誰敢付這筆錢 前面合定的時候給你 叫你不能任意變更 而你要變更的時候 你也沒問過我 你要跟廠商談這一點九 你要拍板說好就一點九的時候 你也沒問過我 現在你全部先掌後奏 然後你來跟我講怎麼付 講問安接手之後 他怎麼敢 前面一個北義皮蛋豆腐那個案子 對 那個造型像皮蛋豆腐 不是貢丸跟偶類嗎 也有這個說法 對 但北義也有二點四億的這個 叫做所謂的未付得爭議為款 也是一樣 跟這個情況類似 其實都是一樣套路 所以為什麼我說 現在連李四川都要出來講話 很簡單 當初這個錢草率拍板 草率拍板 柯文哲自己跟廠商講好說 這一攤我買單之後 他回頭過去跟中央說 中央你付錢 講我按你刷卡 那誰敢付這個錢 這是大家的錢 所以這筆錢的故事 真正是在這邊 那當然以現在來講 我也很高興說 看到議會裡面 不分黨派的同事 在為納稅人把關 你說張維元整理這個懶人包 為什麼他要整理 因為如果話不說清楚的話 好的 都變成柯文哲 這個爛尾的 都變成是中央 或是蔣市府來處理 萬一到時候出問題 萬一在議會裡面被質疑 甚至監察院查下來 被糾正的那個叫蔣旺安 是啊 那我再補充請問你 柯文哲今天講 他說文化部七月十七號才回函給我 我意思是說 我任內不知道 你怎麼可以怪我 好 我跟你講這叫什麼手法 好不好 我今天出去 我打中臉充胖子 我請客 對 我請人家去吃高級 米其林餐廳 說這個我買單 然後我說 林陶啊 你幫我付一下 林陶說我沒有要幫你付 我說真的嗎 隔兩天再傳Line 林陶啊 幫我付一下他隔兩天再傳給我 這筆錢就不是人家答應要付的 你一直問他一直問他一直問他 最後他只能回你說 沒有 我沒有要付這筆錢 所以今天柯文哲最大的問題是 他在卸任前 他不想付這一筆 所以他用一個 我發函給中央好了 就算我知道 你一定告訴我沒有要付 不管 反正我發函去 我也 我也知道你一定會說不付 可是你回函說不付 我說我已經不是市場了 這已經不關我的事啊 那如果說那今天我講如果這招有用的話 乾脆柯文哲在發函去問新北市說新北市 你要不要付這筆錢 問騙所有的人 在場來賓你每一個人都收到台北市的公文 問你要不要付錢 然後你就想說這B文是什麼 處理的慢了 回你說我沒有要付這筆錢 他再來怪你說 是你回太慢 所以我才沒有付錢 這個是完全的叫做推卸責任 所以我覺得文化部應該回柯文哲 干我屁事 李四川 李四川算是很厚道的人 他撞不住 他說你柯文哲 你卸任前根本沒有編預算 因為今年的預算是去年的大概十月就編好 然後送到市議會審議 所以你今年沒有編預算 你叫我怎麼付 我要付最快明年一月 我今年編預算 才有錢給 所以我會多付四百多萬利息 好,謝謝你